夏天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空调 俗话说得好38度的天气 宁愿在空调房里哭 也不要在电风扇下面笑 除非两个一起开 一到夏天 就感觉整条命都是空调给的 空调作为夏季重要的续命神器 网络上关于空调的留言也非常多 其中有不少还存在误导 今天就告诉大家 一些使用空调更省电的小技巧 学会这几个技巧 让你既省电又健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夏日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 一 空调温度26摄氏度是最省电的吗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空调是否省电和房屋面积 隔热情况 温度设定使用方法 都有关系 就拿空调使用本身来说 制冷模式下 温度设置越低 耗电量越大 26摄氏度 并不会比27摄氏度更省电 人体在室内 舒适的温度范围 是25到28摄氏度之间 一般情况下 只要自己觉得体感舒适 设置的温度更是温差 4到7摄氏度左右 都是比较省电的 除此之外 空调开机前15分钟设定高风速 迅速完成室内循环换风 可以提高制冷效率 阳光直晒的房间 拉上遮光窗帘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格局热量 降低室内温度 2睡眠模式更省电 相信这个功能 大不然都没有使用过 也不明白 这个功能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 睡眠模式省电的原理 就是减少环境温度 与设置温度的差值 让压缩机容易停机 达到省电目的 另外睡眠模式 还会同时将风速自动调到最小 防止晚上睡觉大风量导致感冒 同时内积的噪音 也会降到最小 睡眠功能 睡眠模式 不是简单按睡眠功能键就可以的 还有不少使用技巧 一 其实温度不宜过高 最适宜人睡眠的温度 一般是在25到28摄氏度 如果开始的温度设置过高 睡眠模式运行过程中 很有可能因为温度过高 而被热醒 建议设置 24到25摄氏度最佳 二 睡眠模式开启时间不宜过早 睡眠模式下 空调的总运行时长只有8小时 为防止空调过早停止运行 而导致热醒 最好在入睡前半小时 开启睡眠模式 三 空调开机 不宜直接运行睡眠模式 刚开机的空调运行还不稳定 因睡眠模式的原理影响 直接开启睡眠模式 可能会造成温度 长时间降不下来的情况 建议空调开机运行半小时后 再开启睡眠模式 三 除湿和制冷 用了这么久的空调 你注意到遥控器上的除湿两字吗 听说把空调模式从制冷调成除湿 同样能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效果 而且除湿模式更省电 是真的吗 除湿模式时 室内吹风机将保持低速运行 压缩机也间断运作 如此不断的循环 使室温保持在设定的温度附近 制冷模式工作时 空调压缩机和吹风机会持续运作 直到室内温度达到低温后 才会停机 所以更为耗电 那么除湿模式会更省电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时 除湿和制冷模式的用电量差不多 气温在20多摄氏度时 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省电 如果纯粹从耗电量来考虑的话 与其使用除湿模式来省电 还不如直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两度 空调每调高一度 可以降低10%左右的用电负荷 并且温度过低 对身体也不好 那制冷和除湿功能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本质上空调除湿和空调制冷 都是一样的 只是控制逻辑的区别 简单地说 制冷是连续工作制 你设定的温度 需要快速降温到设定温度 降温同时也在连续抽湿 而除湿则可理解为间断制冷 风速为低速 使空气中水分 更容易附着在空调机蒸发器上 达到除湿的目的 但降温不明显 当房间内又热又潮湿时 选至冷 不太热 但是湿度大湿 则除湿更适合 注意除湿模式 更适用于梅雨季节 现在天气炎热 空调湿度本来就小 若为了省电 一直使用除湿功能 空气会比较干燥 不利于身体健康 并且长时间开启除湿模式 还会损坏压缩机呢 一年养羊看春夏 春夏养羊看三浮 三浮天最易生病 也最养人 养对了 可能达到是半功倍的养生效果 养不对 可能会落下病根 甚至引发致命危机 三浮天 有哪些养生误区 又应该如何正确养生 心仪这就带你去详细了解一下 一 三浮天 有哪些养生误区 误区一 夏天过度温阳 很多朋友都知道 东吃萝卜 下吃浆这句话 但真正懂得其含义的人 却不多 如果理解错误 不仅达不到养生的目的 反而会是得其反 失热体质的人 或者体内应需有热者 或者一直在吃温热的食物 如果再过多吃浆 就会火上浇油 引起上火 同样 有人提倡夏季多喝羊汤 也是这个道理 夏季喝羊肉汤进步 只是和羊虚之人 大多数人在夏季呈阳胜状态 喝多了羊肉汤 或吃多了羊肉 反而会导致上火 出现变肝甚至出血的情况 就算是羊虚体质者 夏季进步 也许是渴而止 不要大补 误区二 每天大量喝绿豆汤 很多家庭一到夏季 家里顿顿离不开绿豆汤 不仅每天大量喝 甚至当水喝 可是绿豆汤寒凉 过长时间饮用 易伤脾胃 从中医角度看 羊虚体质 或体内偏寒凉的人 如有四肢冰凉 腹胀 腹瘄辫息等症状者 不宜多喝绿豆汤 否则会加重症状 甚至引发其他疾病 血须血亏的人 也不适合喝绿豆汤 误区三 出汗后迫不及待洗冷水澡 三浮天天气炎热 稍微冻冻就一身汗 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时很多圈友 会迫不及待地去冲澡 而且还喜欢用偏凉一点的水温 这样就相当危险 人在大汗淋漓时 身上毛孔都处于张开状态 皮肤凑立也是开泄状态 而此时 你用偏凉的水冲澡 你觉得很舒服 但是毛孔由于冷水的刺激 会骤然收缩 使体内的热量遭到抑制 散发不出去 从而导致中暑 除此之外 还会使血管收缩 回心血量大量增加 同时也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 综合因素下 致使血压升高 尤其是高血压 关心病患者附和不了 就很容易发生 心脑血管系统的危险事件 严重时可能有猝死风险 二 三浮天这样养生 效果是半功倍 第一 氧气 三浮天出汗多 容易耗起伤阴 导致体力 元气不足 机体功能下降 因此养生尤其要注重养气 以防到了冬天 养气不足 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 补气建议 西洋参泡茶 西洋参 也称为花旗参 归心 肺 肾 肾经 能补气养阴 清热生经 医学中中 参西路说 西洋参性良而补 凡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 皆可以此代之 西洋参气阴双补 特别是汗出过多 人觉得很疲惫 心慌的时候 适合用西洋参泡茶饮 对苦下者很有利 但西洋参性良 气虚加寒症的患者 不适合使用西洋参 第二 阳心 中医认为 心与夏季相通应 新的阳气在夏季最为旺盛 夏天出汗多 伤心阴 好心阳 故夏天还是心脏最累的季节 因此 夏季当以阳心为主 尤其是有心脏病史的患者 要提高警惕 阳心建议 尝吃红色食物 皇帝内经指出 五色配五味 五味入五脏 青色氧肝 红色补心 黄色义脾胃 白色润肺 黑色补肾 中医认为 夏季阳心 宜多吃红色食物 比如红枣 西红柿 樱桃 葡萄柚 葬红花等 其中一些成分 可以起到阳心 温阳 重眠的功效 第三 健脾 夏季属失重 尤其是肠下食节 肠下与五脏之皮相通应 湿热太重 会困阻脾胃 所以夏季没胃口 没有食欲 是不少人的通病 而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一旦吃不好 就会引发很多问题 养皮建议 陈皮茶 许陈皮时刻 冰糖适量 用开水浸泡后的茶饮 陈皮茶具有理气开胃 造湿化痰的功效 适用于鼠天肚子胀气 消化不好 或者吃饭没胃口时饮用 第四 驱失 夏天多鼠湿 人往往感到头重脑疼 容易抑郁 倦怠 胸闷 胃口不好 鼠湿侵害人体 可出现胸的满闷 饮食无味 口中粘腻 头昏脑胀 肢体困重等症状 驱失建议 西瓜脆衣汤 西瓜皮也叫西瓜脆衣 是西瓜的外层果皮 其胃肝 性凉 入心 胃 膀胱筋 具有清热解渴 力是通灵的作用 适用于暑热反渴 小便短少 水肿 口舌 生疮等 做法 西瓜洗净后 切下薄绿皮 加水煎煮30分钟 加适量冰糖 凉后饮用 第五 杰薯 三福天温度高 湿气重 杰薯 驱失两手都要抓 杰薯建议 豆蔻煮水喝 豆蔻性温 龟肺 皮 胃精 油化石削皮 行气温中 开胃消食的作用 将整粒豆蔻和冰糖一起熬汁 煮好的豆蔻水 不但非常清香 而且口感甘甜 是一款清凉解暑 又不损伤脾胃的饮品 三福天理可以适当喝一些 第六 清火 夏天与心相应 人到夏天容易心火旺 而这也容易对身体造成消耗 心火有时会导致口疮 心烦 失眠等病症 清火建议 喝莲子心茶 三福天养生必备莲子心 就是莲子中间的滤心 能清热去火 主要清的就是心火 如果有心烦 失眠 舌尖掌口疮 可以用莲子心二十个 再加些许绿茶 用开水冲泡后饮用 莲子心性寒 脾胃虚寒者不适合服用 第七 解读 俗话说 进入小鼠 上征下主 外加上入服后 高温 高热 高湿的丧那天将频繁出现 热浪习人 酷暑难耐 各类健康问题也接踵而来 比如中鼠 心血管疾病 心衰等 解读建议 金银花露 金银花胃肝 性寒 龟肺 心 胃筋 具有清热解毒 疏散风热的功能 金银花的食用方式较多 可直接泡水代茶饮用 也可做粥或炖汤食用 做法 将五克到十克的金银花 放进500毫升的纯净水中 浸泡半小时后 煎煮30分钟 滤出汤汁 加适量冰糖 搅匀化开后饮用 功效 紫茶饮具有清热解毒 消暑的功效 对于缓解暑热口渴 疾小儿肺疹等 都有不错的效果 但因金银花性寒 脾胃虚寒者济浮 第八 安眠 很多人一到夏天 就会睡眠前 睡不踏实 甚至出现心烦心疾等问题 其实这有可能是心血不足了 夏季想养心 若心血亏虚的症状不重 不想喝汤药 不妨试试食疗 安眠建议 酸枣仁舟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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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